Automagic 朋友们 大家好 又到了美中 360 的时段 那今天就让我小明继续为大家回顾一下 上周车谈所发生的重点新闻 Let's go! 第一只新闻 这台车终于来了 它就是全新的 Toyota Corolla Cross 那这台车在上个星期正式在我国登场 售价从 RM12,000 令吉 事前起跳 现在就让我来和大家大概复习一下 这台车是什么车来的 首先它是一台 B-Plus Segment 的 SUV 也就是说它的身形是介于 B 和 C Segment 之间 它的好处就是它的空间表现够出色之余 身形又不会太过大 如果你是追求空间 但同时又不想要太过大辆的 SUV 的话 那我觉得这一台车应该很适合你 和 Corolla 一样 Corolla Cross 它同样是基于这个 Toyota 最新的 TNGA GAC 模组化平台打造而成 继承了这一个平台的高刚性 低重型等优点 也因此能够带来更出色的操控表现 那相信这一方面它应该是统级最强之一 另外 Corolla Cross 它所搭载的引擎 是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 1.8 Dual VBTI 自然进气引擎 并搭配 Super CVT 无段速变速箱 在输出方面它的马力为 139 PS 峰值能力则是 172 Nm 在外形部分 这个 Corolla Cross 它是导入了 Toyota 最新的家族式设计风格 坦白说 这一台车的外形并不是我的菜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样的设计如何呢? 至于在内装部分它则是照搬了 Corolla 的内装设计 但是我国的 Corolla Cross 并不具备 这个全液晶仪表盘的配置 而中间的这个主机呢 它同样也是采用了这个被说大家吐槽的电视机和造型 可是这个主机是一个9寸大尺寸的触控屏 而且相当的高清 重点是它还支援 Apple CarPlay 以及 Android Auto 的手机互联功能 在这方面其实是相当有诚意了 其他配备像是它还拥有这个8项的电动调整皮革座椅 而在安全部分呢 它全车系标配7G 安全气囊 并拥有车侧盲点侦测 倒车盲点侦测 胎压侦测器等等的功能 而顶配的V版本呢更是多了 全套的这个Toyota Safety Sense 2.0 那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这个Corolla Cross 它是以CBO从泰国进口的形式来到我国 但是Toyota Malaysia 其实是有计划在稍后呢 为它进行CKD本地装配的 而且还可能会追加这个Hybrid 车型 也因此目前这台车在我国只有两种车型 分别是1.8G 以及1.8V 售价分别是12万4千以及13万4千令吉 老实说我觉得这台SUV它的这个配备 其实是算是相当的丰富啦 那这一个定价呢也是相当的有诚意 我觉得它在我国市场其实是算是蛮有竞争力的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 第二个新闻同样也是新车 那就是小改款的BMW 5 Series 要来了 BMW Malaysia 在上周就正式公布了 我国版本的这个小改款BMW 5 Series 的配置详情 这一回这个小改款的 5 Series 将取消 520i 这个车型只剩下 530i 以及 530i 那这两个车型都是采用了 M Sport 的配置 分别备有 M Package Body Kit 以及 M Adaptive Suspension 这一个电子悬吊 哇 在配置方面其实是相当的高哦 那在外形上呢这个小改款的 5 Series 其实是进行了不小的一个更动啦 包括整个前脸造型其实就导入了最新的家族式设计风格 采用了重新设计的 LED 头灯组 水箱护罩以及更为运动化的这个保险感设计 至于在车尾部分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也是这个最新 BMW 家族式设计风格的 立体式 LED 尾灯组而且还是采用熏黑式的设计更加的 Sporty 至于在内容部分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个非常漂亮的全夜镜显示 那小改款 5 Series 将会拥有这个 BMW Driving Assistant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而且是全系标配 但是它并没有提到拥有什么功能 我们预测这一款车将会搭载 像是车车盲点侦测 车道维持辅助车道偏移警示 还有这个自动紧急刹车等等的功能 但是相信并不会有这个 ACC 也就是主动式定速寻常的功能 而在动力配置的部分虽然说原厂并没有公布任何的相信 但是我们预计小改款的 5 Series 将会继续搭载 代号 B48 的 2.0L Twin Power 涡轮增压引擎 其中在 5 Series 上它可以产生 252 PS 的最大马力 峰值扭力则是 350 Nm 那国外所拥有的这个 48 V 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我们相信应该不太可能会来到我国 至于小改款的 5 Series 则预计会导入和 3 Series 一样的 Extra Boost 技术 在这个技术之下能够让原本 252 PS 的最大马力进一步提升至 292 PS 峰值扭力则是维持在 420 Nm 官方的纯电续航领程为 62-65 公里 那小改款的 5 Series 在我国卖多少钱呢? 根据 BMW Malaysia 所列出的预售价格分别是这样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 530 E 的价格是看起来相当的吸引人 相当具有竞争率啦 现在就看小改款的 E-Class 什么时候来到我国的 第三只新闻 这个好帅哦 最新的 Mother Trucker 2021 Nissan Navara 正式来到我国 Nissan Malaysia 在上个星期呢 就带来了这个小改款的 Navara 在我国进行预览 虽然说是小改款 可是这个 2021 Navara 在外星上是有很大很大的不同的 首先这个前脸造型就真的是帅极的 它导入了类似这个大哥 Titan 的一个造型 这个前脸呢 整个就是非常阳刚的感觉 立体式的 LED 头灯 超霸气的黑色水箱护照 而且还用黑色的 logo 整个就是非常的运动化 除此之外呢 它的这个车尾也进行了加高 并且采用了 3D 的立体式围灯设计 而在尾箱盖部分呢 还有一个稍微向上突起的围翼 大大提升了它的气势 整体看起来就是拥有这个美式皮卡的感觉 而在内容部分这个小改款的 Navara 就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惊喜啦 不过呢 原厂还是为它导入了尺寸为 8 寸 并且支援 Apple CarPlay 手机互联功能的主机 而在安全配备的部分 小改款的 Navara 顶级车型 将会导入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拥有像是自动紧急刹车 车道偏移警示 车车盲点侦测等等的功能 而在动力配置部分呢 和外观这个大改变不一样 我国的小改款 Navara 将会继续搭载 2.5L 的柴油涡轮价引擎 这具引擎相信将会继续有两个版本 分别是 190PS 450Nm 的输出功率 以及 163PS 403Nm 的低功率版本 并且搭配同样的一具七速自排变速箱 虽然如此 但是这个小改款 Navara 在底盘方面其实是有进行改良的 包括重新设计了后方的旋挂系统 以提升它的行车稳定性 目前 Nissan Malaysia 暂时还没有公布 这个 2021 Navara 在我国的售价 你觉得它会卖多少钱呢? 以现在来讲它算是我国颜值最高的一个 Pickup Truck 啦 但是听说新一代的 Isuzu T-Max 要来了 相信接下来会有好戏看啦 第四则新闻 Wow! Mazda 将会推出 CX-50 Coupe 那根据日本媒体之前的爆料 他们基本确定新一代的 Mazda CX-5 将会在 2023 年正式登场 但是这其中就多了一个重要的讯息 那就是除了这个 CX-5 以外 Mazda 还会另外追加被称为 CX-50 的 Coupe SUV 那这个 CX-50 Coupe 很明显就是新一代 CX-5 的跑旅版本 根据日本媒体的消息 它的推出主要是用来攻打德系 Coupe SUV 的市场 也因此这个 CX-50 和新一代的 CX-5 一样 将会采用全新的后驱平台打造而成 并且搭载最新的 Skyactiv直列 6 缸引擎 搭配 Skyactiv Drive 变速箱 之前有消息就指出这一个动力系统 预计将会拥有高达 285 PS 的马力境界 而在外形部分 这个 CX-50 Coupe 预计将会采用更为 DI 6 倍式的一个车身线条设计 整体的这个视觉效果相信将会更加的运动化 之前有消息更传出这个 CX-50 Coupe 很可能会采用 无框车们的设计 哇 这个真的是让人感到非常期待 据了解这个全新的 CX-50 Coupe 和新一代的 CX-5 将不会再定位成普通的 C-segment SUV 而是瞄准高端市场 它们的主要对手将会是 BMW X3 X4 还有 Mercedes-Benz GLC 以及 GLC Coupe OK 新车预计将会在 2023 年正式登场 而且是 CX-5 以及 CX-50 双双一起出炉 你们会期待这样子的一个新一代 CX-5 吗? 我本身其实是相当的期待的 我们就一起拭目以待吧! 最后一则新闻 Toyota 和 Subaru 在 4 月 5 号将会有重大的宣布 是不是有新车要来了呢? Subaru 在上个星期就在自家的官网上发布了一项消息 它将会和 Toyota 在 4 月 5 号有一个重大的宣布 并且暗示可能会是发布一辆新车 那有消息就指出这一台新车很有可能就是新一代的 Toyota 86 以及 Subaru BRZ 那讲到这个 BRZ 其实新一代的 Subaru BRZ 在美国已经是正式发表了 所以说如果这个 4 月 5 号发表的是这个新一代的 86 和 BRZ 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是这一款车了 那我们就参考这个美规的新一代 BRZ 好了 它还是基于上一代车型的这个平台打造而成 但是在各种新一代上是做出了强化 整体的设定也变得更为均衡 而在动力配置部分 这个美规的新一代 BRZ 搭载的同样是代号为 FA24 的 2.4L Boxer 引擎 拥有 228 HP 的最大马力 风车软率则是 249 Nm 并拥有 6 速自排以及 6 速手排可以选择 根据官方的这个数据 0-100 加速表现为 5.8 秒 至于极速则是可以达到 230 公里 新车依旧采用了纯后驱的设定 并且同样保留了 50 比 50 的出色配重比 在操控以及驾驶表现上依旧是非常的出色 那目前有消息就指出 4 月 5 号所发布的新车呢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新一代的 BRZ 以及新一代的 86 那这个新一代的 86 将会被更名成 Toyota GR 86 那虽然说这个新一代的 86 和 BRZ 呢 将会继续维持兄弟车型的身份 可是根据 Toyota 高层之前所透露 新一代的这个 86 呢 这一回将会和 BRZ 拥有更多的一个差异性 在外形甚至是底盘和悬吊部分呢 都会拥有不同的一个设定 而且还是Gazoo Racing 亲自超大翁哦 这也意味着这个新一代的 BRZ 和新一代的 GR 86 很有可能在这个性格方面将会有截然不同的一个设定 哇 我本身是相当期待的 究竟这个经过 Gazoo Racing 加持的新一代 GR 86 会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们就一起拭目以待吧 好啦 以上就是这一期美作366的所有重点新闻 就不知道大家对这些新闻有什么看法呢 记得在下方踊跃发言哦 小明我本身其实是蛮期待 4 月 5 的到来啦 希望真的是发布这个新一代的 GR 86 喜欢这一期的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 分享 还有最重要的是继续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拜拜